一男一女被警方帶出派出所 走在後方的女子 涉嫌夥同成姓男子 殺害自己的丈夫 原姓被害人失踪當日 位置在新竹縣 車子在院底 又發現都在桃竹苗地區活動 那經調閱 這輛車子的使用 唯一一個陌生的男子 調解5月9號 原姓被害人失踪後 音訊全無 家人31號報警找人 警方調查後 6月24號在新竹 搜索到姚姓妻子和成姓男子住處 並在父姓發現被害人 都被棄屍在成家附近水溝裡 警方在嫌疑人住家附近 發現失踪人 唯失踪人已死亡多時 現役前案已進入司法偵查程序 警方將兩人收押禁 建將進一步偵辦 而另外在桃園八德 一處社區也發生 害人聽聞的殺妻案 一名曾經婦人 11號在五反家 竟發現女兒成屍 在客廳死亡多時 而女婿就坐在餐廳椅子上 未報案 還變成是死者中邪 自己想要救她 幫她驅魔 立刻將涉案男子 帶回去偵辦 那全案在警循後 依殺人罪嫌 移送桃園地鐵署偵辦 據了解 學習男子近期工作不穩定 當任夫妻平時感情不錯 不時也會在社群網站上 善恩愛 但為何會發生悲劇 還有在警方 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動和報導 運動和報導 兩次 包含